时间回到现在,事情的始末大概如此了,之后的事你应该也能猜出来了,怀桑那边把陈欢控制了起来,留作人证,陈欢倒是痛快,一听我们与无限的关系便将他与连击如何串通的倾囊相告,他自己一口笃定是连击追杀的他,连击此人确实小心,不过,厌过刘痕,何况他是作恶, 连击也是,费了一番功夫,才就出了一些他的马脚,是连击对不住你和无限,耽搁了这么久才,蓝西沉面色,微忧地说道,不是兄长的错,是我的错,我蓝旺鸡轻轻摇了摇头,前半句也没说完,碎又迫切地问道,兄长,如何帮魏英还魂? 呵呵,倒是为兄本末倒置了,先跟你说了这许多别的,忘记,离魂最多七日,事不宜迟,明日就开始为无限还魂吧, 蓝西沉顿了顿接着说道,还魂还需你再次用香炉入梦,唤醒无限,书中记载英式魂穿入梦, 在梦境中将魂魄唤醒,接回到现实中来,你们既从前也用香炉入过梦,想必是没有危险的,不过保险起见,明日为兄还是会在一旁为你们护发 嗯,多谢兄长 好了,时间不早了,快些回去休息,养足精神,明日为无限还魂,为兄还要去向叔父回禀一声 蓝忘记轻轻点了点头,和蓝西沉一起,对着龙胆小柱,郑重地跪拜了三拜 兄弟二人默默地看着这个母亲曾经承受孤独和痛苦的地方,却也是他们和母亲呈在如目之情的地方,眼中充满了浓浓的眷恋,温暖,如是重负,清明 各种情绪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也都聚在这浓得化不开的一眼之中 月光不知何时悄悄地拉长了兄弟二人的身影,走吧 蓝西沉轻轻说道 嗯,星月皎洁,明和在天,似无人生,生在树间一日,还未到卯时,蓝忘记便早早地醒了 他收拾完,便去寒潭洞将魏英的身体一致静视,寒潭洞虽灵力充沛 但蓝忘记想到,之前那几次和魏英用香炉入梦都是在静视,还是在静视进行还魂比较稳妥协 蓝忘记柔情似水地看着香炉,轻轻地用手俯过炉身 仿佛通过香炉就看见了他的魏英一样,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嘴角不由地爬上了一抹笑容,晴光映雪,宛若这晨曦的阳光一样,扫除一切阴霾 卯时三刻的时候,蓝西沉便到了静视 忘记,都准备妥当了吗?嗯 昨夜为兄已向叔父秉明还魂一事,叔父听到无限 还活着很是高兴,拿了一枚内吸单,说是等无限醒了,给他补身子用 我这里也准备了安息香,一会儿方便你入梦 多谢叔父和兄长,无妨,本就是为兄该做的 蓝忘记挨着魏英的身体平躺了下来 蓝西沉点燃了安息香,然后缓缓张开一层灵力 护着蓝忘记和魏无限 不一会儿,蓝忘记便入梦了 当他以魂魄形态睁开双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是在一片花海中醒来 蓝忘记起身,向四周打亮了一圈 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绿地 绿油油的青草中夹杂着参差不齐的颜色 有草绿、灰绿、嫩绿、鹅黄、湖蓝、影子、红粉 还有些星星点点的四漫天繁星一般的点白点缀其中 煞是好看,清风徐来 这片绿地花海便像海浪一般轻轻拨动着 蓝忘记一袭白衣,衣白也随着清风飘动 配上这良辰美景,远远望去 颇有一番世外桃源,逍遥散仙的意味 蓝忘记此时可没有心思顾及什么美景 他见这绿地一眼望不到头 便捏了个剑绝,其身遇见缓缓飞行 眼睛不放过一寸地方,生怕错过了他的卫英 卫英比他早一天离魂入梦 此刻不知在哪儿,但有了之前的经验 梦境肯定都是他俩脑中编织的 不会有陌生感,看着这风景疑人的地方 蓝忘记想起卫英说过 以后如果可以,他便带着蓝忘记归隐山林 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饮室,做个潇洒散修 有斜碎了就除,没斜碎了就打猎捕鱼 织布耕地,粗茶淡饭,和他比翼双修 做一对逍遥活神仙 蓝忘记又催动了一下避沉 急急开始找寻在卫英之前梦中见过的农舍 盘旋着大概寻了有半刻钟 蓝忘记终于在一条清澈的溪水后 看见了一房农舍 离近了再看 这又仿佛不像是卫英梦中的农舍 更像是静室 在看见了房舍旁边的那株玉兰树后 蓝忘记了然了 这房子竟是农舍和静室的结合体 既没有云深不知处的建筑风格 那么书卷气浓厚 也不似普通农舍那么的接地气 蓝忘记走到门前 心情不知怎地非常紧张 他迟疑了片刻 还是轻轻地扣了扣门 虚语 门枝亚一声开了 蓝忘记看见开门的人 瞳孔皱缩 不禁睁大了双眼 忘记 回来了开门的人笑盈盈地说道 仿佛这就是 平日里生活的一部分 一样自然 蓝忘记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眼中不知何时 荡起了一圈水光 他暗暗捏白了手指 胸中似有千斤重 见蓝忘记半天不进屋 开门人称怪一声 哎呦 这孩子 怎么还这么绝 不就是和无限吵了个嘴吗 赶快去哄哄他 你们两人赶快和好 午饭的时候 我要看到你们 同时出现在饭桌上 看着这个笑盈盈怪自己 和卫英闹别扭的人 蓝忘记再也忍不住 一个剑步走上去抱住了此人 哽咽地轻声道 母亲 他浑身都在轻轻地抖着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害怕闭上眼睛再睁开 母亲就会消失不见 好了 好了 多大了还吵母亲撒娇 叫你父亲回来 看见了 又要促上一阵子了 上官云秀轻轻地 拍了拍小儿子的背 依旧笑盈盈地说 蓝忘记知道这是梦 知道这不是真实的 但还是舍不得松开母亲 他太渴望母亲了 如今突然这样 半真半假地见到了 还能这样亲近 蓝忘记一时不能自己 有母亲和父亲的出现 就证明这是自己的梦 他应该是浑穿到了 两人梦境结合出来的梦里 未应退隐的梦境 加上自己渴望父母 都在世的梦境 蓝忘记有些恍如隔世 他稍稍冷静了下来 还是要尽快找到魏英围上 母亲 您刚说魏英在何处 在偏视啊 怎么 堵了两天气 连你们的寝房都忘了在哪吗 上官云秀 好笑地也与起自己的儿子 蓝忘记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 看见了母亲所说的偏视 快去哄哄他吧 我先去做饭 你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 中午一家人吃个饭 好 蓝忘记看了母亲一眼 眼底尽是软绵绵的喜悦 蓝忘记依依不舍地又看了母亲一眼 方才转身朝偏视走去 走到门口 他深呼一口气 轻轻扣了扣门 屋内没有传来一点动静 他又扣了扣门 还是没有动静 蓝忘记一瞬有些害怕 他怕卫英真的没有在这个梦境里 那他要赶快重新入梦 再寻卫英 他又扣了一次门 平住呼吸 隔了好一会儿 蓝忘记以为屋内没人的时候 门在这时开了 只见一个阳光明媚的俊美青年 一袭黑衣 慵懒地倚着门 似笑非笑地看着蓝忘记 也不说话 卫英 一生心上人的名字 叫得蓝忘记 煞时间泪如雨下 他的卫英 在梦境还是前世的容颜 如刀刻般 划在自己心上的那张脸 伴着他的魂魄 一起融成了自己的爱人啊 蓝忘记这一年多的空白和折磨 在见到卫英的一瞬间 都化为鸡粉 只剩眼前人 就不幸运 在这里 不幸运